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句中描述 在未来人们拥有三名拥有预知未来犯罪能力的先知 透过先知们的帮忙 人们能够提前预防犯罪的发生 在未来犯罪率因而大幅降低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马上进入关键报告的世界吧 一二三 嘿 哇哦 凯昊 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我们现在在关键报告所陈述的2058年啊 真的假的啊 太酷了吧 那那个从管道上面掉下来的木球是什么东西啊 哦 你说那个吗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啊 先知欲知的未来的杀人凶手 哦 那为什么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 什么 那我们赶快先逃走 不然等一下犯罪防治局的人就要来抓我们了 嗯 说得有大理 我们先逃到人多的地方去吧 比如购物商场 这样他们也比较不容易抓到我们 来 一二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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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利用了人脸辨识 人脸辨识 我怎么记得苹果日前发送了 iPhone X也有这个功能啊 没错 苹果的Face ID也同样利用了这项科技 嗯 说到人脸辨识科技我倒是知道不少 要解释给你们听吗 好啊 嗯 人脸辨识科技的发展起源于1960年代 不过真正还要等到初步的应用 得等到演算技术还有光学成像 都更成熟的90年代才行 科技基本的人理呢 就是利用镜头所发散出的数万个红外光点 照射在人脸上 以此构筑出人脸的五官的距离 位置 角度的3D模型 达到个别识别的效果 哦 那它跟传统的指纹辨识 红膜辨识比起来有什么优点吗 嗯 当然有咯 首先人脸辨识的扫描过程 非常的简单 快速 方便 其次 人脸辨识属于那种 无需接触的自然性辨识 与红膜辨识 指纹辨识 这种需要接触的非自然性辨识相比 比较不会令人们产生抗拒的心理 最后 人脸辨识的建党 没有必要一一去寻求使用者的同意 只要让他们的脸部 被摄影机给照到就行了 与红膜辨识 指纹辨识 比较复杂的建党比起来 省下不少力气 可是这还是不能说明 为什么他们辨识完我们的脸 就会知道我们的年龄 姓名等等资讯呢 好问题 这是因为它结合了其他的数据库 我们现在深属在大数据的时代之中 只要系统继续结合其他数个资料库 那么不管是你刚才说的姓名 年龄 甚至于说是喜好 住址 收入 长相 这些全部都可以再一次 被街头的摄影机辨认出来之后 就把这些资料被系统所得知 是不是很方便啊 哇哦 那这么方便 一定可以应用在很多地方吧 当然咯 人脸辨识的应用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举个例子来说 可以当成重要机构的门禁和方形的控制系统 在消费上 也因为它可以迅速辨识出消费者 以及确认它的喜好 就可以用来对应它的喜好 达成全新的购物模式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今天肚子有点饿 想去餐厅吃个饭 现在门口做一次人脸辨识 它立刻辨识出了我VIP的身份 引领我到贵宾室之中用餐 同时间店员也会取得我的身份 各种身份资料 诸如说我的年龄啊 我的身体状况 我的喜好 我的收入等等 接着它就可以统整 对应这些资料 推荐给我一份 最适合我喜好的菜单 哇 这也太方便了吧 等等 怎么有人来抓我们了 糟糕 一定是刚才的脸点辨识 把我们的行踪给铺路了 什么 那不就意味着我们刚刚的 一举一动 都在他人眼皮底下吗 没错 在科技 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衍生出许多问题 人眼便是能在 无需当事人同意 甚至当事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把我们的个资大量夺取 这不仅是毫无隐私 甚至可以说是安全性堪忧啊 虽然 在如今2018年 由于演算速度的缘故 大规模便是仍然有难度 但随着科技日新月异 届时 就算在茫茫人海中 摄影机也能迅速锁定特定人物的脸 监控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这样 哪有什么隐私可言 你还忽略了一点 就是在事件发生前 大多数人们都不胜在意 各自的外流 等到被敲诈 勒索 甚至是被追杀时 才后悔莫及 让我们回到电影中来 电影里的男主角 他在犯罪防治局追杀之时 无论他逃到何处 防治局的刑警们 总是能迅速锁定他的行踪 前去追捕他 偌大的城市里 却仿佛没有一个 可以供他喘息的空间存在 男主角甚至必须 更换自己的眼球 改变自己的长相 抹消自己 作为自我的痕迹 做到了这种地步 才能够勉强逃避追忌 人脸辨识科技 以及大数据时代 一方面带给我们人类 前所未有的便利 然而 另一方面 却又对我们全面监控 令我们难以喘息 在此我想呼吁各位观众 在科技 蓬勃发展的同时 与科技相关的社会制度 科技伦理 价值观 也得立即与之并进 否则才不会 让原本是要为我们带来 便利的科技保库 成为了伤害我们人类的毒药 我们是世界和平队 我们的短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世界和平的发表 现在请幻想普罗米修斯 进行提问 首先谢谢一中同学的报告 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想问说 您最后就说到 在红膜辨识系统的话 在全面监控的状况下 男主角约翰必须透过换眼 才可以躲过红膜辨识系统的追击 那代表说你们是不接受换眼这件事吗 你们觉得这样子太过于麻烦 所以觉得这个系统是不可行的吗 那其实我们觉得 好谢谢您的提问 其实刚刚讲到换眼那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因为 正因为它的辨识系统 各个监视系统都太密集了 所以让我们没有一个 可以喘息保有自己一块隐私的空间 我们甚至必须要做到伤害自己的身体 我们才可以勉强让自己有可以 让自己保有一点隐私 可以躲过这些追查 我觉得一个发展的科技 却要让人们伤害自己的身体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道德的事 好谢谢你们的回答 那我想要继续问的是 那如果你们觉得换眼的话 那这样子是等于是让自己受到伤害 那如果今天换成是犯人 或是嫌疑犯想要来躲避追忌 那这样子不就等于是 你的系统的一个漏洞 那就 嗯好那么首先 犯人犯人这件事本身就是 嗯他换眼的确是 其实我的我们想要提供的重点 不是说他会不会正当利用 比如说他能够 他会把这个科技拿来应付犯人之类的 我是说如果他们拿来应付是 他们实际上你有 你不一定会完全 人心不一定会完全公正的利用这个科技 完全把他拿来用来追捕犯人 不一定他如果是拿来对付我们正当公民的话呢 比如说今天约翰他就 你可以说他是电影里被 他是被诬陷一个嫌疑犯的罪名 那他他不就是像是一个 他们拿来对付一个 原本无罪的公民吗 就是他们把科 其实他们不一定只能 会完全公正的拿这个科技拿来对付罪犯 他们也可能拿来对付正常公民 所以我的顾虑点是这样 谢谢同学的回答 大家好我们是幻想普罗米秀斯 我是张欣瑜 我是黄丽玄 我是张琼芬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上映于2002年的关键报告 它改编自菲利普迪克的同名小说 在电影中犯罪行为是可以被预知的 而警察会透过先知所预知的影像 来追捕犯人 而预知又分为两种情形 预谋刑犯罪和冲动刑犯罪 在一个被定为预谋刑犯罪的事件中 男主角发现自己就是嫌犯 而他根本不认识当中的被害者 所以他开始逃跑 试图躲避红膜辨识器的监视 所以他换掉了整个眼睛 因为在电影中的红膜辨识器 可以快速的扫描及辨识 在辨识出身份后 将其投影在报纸及相关的媒介上 所以他就去换掉了眼睛 那我们来看看电影中的红膜辨识系统吗 首先这是男主角约翰经过商店解释 经过红膜辨识系统的画面 从1886年起 法国贝廷永警官提出 以红膜的颜色和纹路来区分个人身份 但直到2001年 才正式展开了红膜辨识商品化的序幕 红膜相较于指纹 具有更多的特征点 也是目前具有最高安全性的生物辨识系统 红膜位于水晶体之前 前方之后 也就是黄色的部分 在这张图中 瞳孔的外围就是红膜 也就是银灰色的部分 它的功能主要是以肌肉的缩放改变瞳孔的大小 以控制光线进入的多挂 它的肌肉可以分为外侧的辐射机 及内侧的缓状机 当光线过强时 反射中枢会控制辐射机收缩 缓状机输张 以减少童口的面积 当光线过少时 则反之 增加瞳孔的面积 方便光线进入 这张影片中显示的是红膜系统 红膜辨识系统的模拟画面 首先他们透过扫描可以截取特征点 也就是刚才绿色框框的部分 红膜表面上有许多条小钩和坑洞 藉由肌肉的纹路不同 和微血管分布的变化 其产生的图像具有结构性的特征 这可作为身份辨识的依据 一岁起 红膜几乎不会发生变化 但也很难借由手术去改变它 但在高血压和糖尿病时 可能会造成红膜的病变 这会降低识别率 红膜辨识系统主要分成三个部分 取向 抽取特征点 再资料比对 详细的来说 首先我们先借由红外线摄影机 心情扫描 不过影像 在侦测红膜和眼皮后 提取红膜区域 并去除眼皮 透过辨识点标准化 进行数据编码 最后再从资料库中 找出相同的资料 达到认证的效果 红膜辨识器 目前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生活中 例如Galaxy Note 7的解锁功能 英国西斯洛机场的通关系统 及私人高级住宅的大门解锁 这些都运用了红膜辨识系统来辨识身份 红膜辨识系统虽具有最佳的准确性 且不需与仪器接触 但目前人因资料库不完全 设备昂贵而无法普及运作 在电影设定中 红膜辨识系统已普及化 且能快速辨识多人 这是目前我们科技无法达成的 不过我们期待未来成本降低 操作便利性改善后 红膜辨识系统的高准确率 能为人类带来更优质的生活 未来出门将不需携带钥匙 信用卡 仅需扫描红膜图像 便能解锁付费 这不仅不会有小偷闯入 或信用卡被动用的问题 也能减少出门的携带品 方便又安全 男主角在逃亡的过程中 进入了一家服饰店 透过红膜辨识系统 他的身份 个资和位置 将马上传送到警察局中 如果科技更进步 红膜辨识系统 可以更广泛地运用了 那么人们将时时刻刻受到监视 设想一下 我们是否会愿意在一个 时时刻刻可能被辨认出身份的 商场中购物呢 现在我们的科技 还没像电影中那么的先进 所以我们或许无法体会 但是现在我们有另外一个身份辨识的应用 备受讨论 天网系统是中国大陆政府 目前用来监察人民的人脸辨识系统 他们用人脸动态来辨识身份 目前的准确率已高达99.8% 它连接各个地方的尽头 所以可以在短时间内 识别大量民众的身份 虽然天网系统可以降低犯罪率 却会使人们的隐私受到侵犯 反观台湾 我们是否愿意为了成就一个更安全的社会 牺牲自己的隐私呢 霍丁教授曾说 我们足够聪明地发展出 设计出核武器 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够聪明地 能够不使用它们 科技就像一把双面刃 今日还带来方便 明日就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都乐见科技发展 却又害怕科技被滥用 就如同我们依赖核能 却又害怕核武的威力 因此 科技该运用到什么样的程度 是我们值得思考的议题 我们是幻想普罗米修斯 谢谢大家 谢谢幻想普罗米修斯的发表 现在请世界和平进行提问 好谢谢你们的发表 你们也提到关于说 科技的要如何应用的部分 不过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刚刚也说的 日前三星有推出一个 可以红膜解锁手机的功能 那么其实之前 就在去年啦 有一份新闻就是说 有个使用者他宣称说 他每天都在用红膜来解锁 可是之后他就开始感到眼睛不适 然后就有就有报告觉得说 红膜红膜 长期使用红膜扫描会造成说 眼球白那张或视力伤害之类的 你觉得这种 长期使用会有这种 视力伤害的可能吗 好谢谢同学的提问 那我们这边有查到的结果就是说 现在红膜的技术已经可以在少于一秒内 就可以达到辨射效果 那假设说你一天进出了50次 你少了50 少了50次 那等于是说你有50秒的机会 是在曝晒红外线的 那基本上说你在太阳光下 太阳光拥有更多的射线包含说 不管是可见光还是不可见光 那这些的那个尽量其实都高于 这些红膜辨识系统 所以基本上它是不会造成 像你说的病变的问题 那如果说那些你的资讯 那些个人个子被扫描的话 那些资讯如果被非法利用怎么办 因为你现在大量在上传你的档案 到那个系统上面 那些资讯如果被非法利用怎么办 好谢谢您的提问 那在现在的科技中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放在云端 或者是包含你们的脸部辨识系统 那所有的资料基本上就是在网路上 那要防止嗨客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可以做到 但我们现在做到的主要就是说 到底你因为不愿意把你的资料 放到网路上 不是放到就是这个资料库 可是就是事情是这样 因为如果要让这种类似这种 不论是你的鸿蒙还是我的人脸 要让他辨识系统继续普及下去的话 我们必须就势必要让人民 起码要让一大部分的人民 有上传这个资料档案吧 总不能说就是完全 为了避免资安问题 就完全停止发展这个科技 就是有没有什么应对之道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想到的是 就是我们可以借由政府来设立 类似资安局这种 就是专门在保护我们的个人资料的这种系统 来防止像你说被駭客盗用 或是被不法人士使用的状况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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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世界和平 及幻想普罗米修斯精彩的表现 那我们现在一样请为评审 做出决定 那请评审举牌 恭喜红队世界和平晋级